台湾皮带大王千金王唐云 5月10日在香港为丈夫余温乐诞下儿子Cody 由于生完孩子后几天就是母亲节 王唐云也透过社交账号发表当妈妈的感受 正当大家以为他为了坐月子跟照顾儿子 每天必须待在家里时 没想到王唐云的朋友最新在网上 发了一段跟王唐云外出相聚的视频 距离王唐云为余温乐诞下林儿 才短短9天的时间 画面中见到王唐云坐了下来 虽然只是看到他的上半身 但仍然见到他面尖尖 一点孕妇产后浮肿的感觉都没有 果然是得天独厚 而王唐云还很开心的举起V字手势 似乎好开心 网民都说那么快就出关跟朋友见面 看来王唐云的身体真的复原的好快哦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